在离开京城之前,纪无旧要给叶修明和方秀卿留份密账,让他俩全权处理他不在京城这段时间的军国大事。除此之外,他还得选一个储君候选人,以防万一,至少能够保证叶修明和方秀卿不会追着来把他押回京城。 储君这个问题实在是令人头疼。前面说过,皇室一脉,子稀单薄,纪无旧更是他爹的独苗。 前几代里,皇帝每每多生几个儿子,便总是要发生夺底之争,闹到最后还是只剩下一个。 纪无旧他爹当年就是干掉亲哥哥之后才上位的。因此纪无旧翻遍了族谱,只找到一个稍微近一些的偏知子弟。 此人是冥帝的第五代玄孙,这论起来算是纪无旧的叔叔辈。 经过前足几倍的不断折腾,此人已经完全夹到中落。 他也一直是单传,四十多岁了还未娶妻,眼看就要绝后。 现如今他以走街串巷摩剪子抢菜刀为营生,勉强糊口。 纪无旧思量再三,认为如果自己一个不小心, 让个磨剪子抢菜刀的当了皇上,那帮阎官们怕是要把他的尸骨挖出来骂的。 于是他大笔一挥,干脆选定了黎阳公主的儿子谭记,为储君备选人。 一旦他纪无旧出个意外,谭记就要勒令改姓纪,过纪给纪无旧他爹当儿子。 黎阳公主是他姑姑,因此这个谭记是他正儿八经的表哥,这样做也不算过分, 而且让谭记继承大统还有个好处。 这个人脑子很笨,笨到扶不起来。 他爹当年得了封病不知所踪,只有黎阳公主守着他,靠着皇室每年那点接济过活。 所以谭记在朝中并没有什么势力,倘若当了皇帝也只是个傀儡,唯一作用是保住那点皇室血脉。 有叶氏和方秀卿的操持,大气国运应当会安然无恙。 所以说,虽然他纪无旧无比讨厌叶氏,但是关键时刻能倚仗的,还是叶氏。 以上纪无旧觉得其实都只是闲吃萝卜蛋操心。 他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,等收拾完那一帮蛮蚁,把叶真真的病治好,他和他多生几个孩子,到时候所有问题就都不是问题了。 怎么就想到和叶真真生孩子这上面去了呢? 纪无旧微微有些别扭,他不是应该还在生他的气吗? 纪无旧离开京城的第二天,这一份秘址才到了内阁。 叶修明和方秀卿当场气了个半死,然而木已成舟,他们俩也不能做得太绝,怕引起纪无旧的反感,反而坏事。 叶修明回到家,骂了几句小混蛋,便进了自己收藏宝贝的私库,翻出一件保甲来。 保甲是纯白色的,触手光滑冰凉,柔韧结实。 这名字叫甲医,很普通的名字,但是却有极为不普通的功能,刀枪不入。 它虽名残医,却不是残丝之旧的,而是一种产于云南密林的蜘蛛丝。 那种蜘蛛,数量极少,身带剧毒,它吐出来的丝坚韧无比,一根丝能吊起来一头羊。 当地一个奇人,收集这种蜘蛛丝,用了几十年,终于凑了不少,织救了这么一件保甲,后来辗转到了叶修明手里。 现在,叶修明少不得要把它拿出来给寄无旧了,无论如何,这小混蛋的性命最是要紧, 比全天下任何一件宝贝都要金贵。 当天夜里,叶修明便派人日夜兼程追赶纪无旧,争取最快把残衣送到他手里。 且说这边,纪无旧一行人骑的都是千里良居,追了三天总算是追上了三大营的主力军队。 见到谭凤翔,他也不废话,直接了当地问他最近可有人持着虎头令进入军中。 这事儿谭凤翔还真不清楚。 虎头令这东西因为涉及到皇帝,所以见过的人也都嘴巴言,不敢乱说。 但是见纪无旧急得快要吃人的模样,他也不敢懈怠,赶紧让人传下去一层层的细问。 纪无旧又亲点了陆黎来回话,结果陆黎一脸茫然不似作伪,他担心之余又有些安心,珍珍没有来找陆黎。 过了两个时辰,一个神机营管弹药的守备被人带过来回话,说确实有人带着虎头令视察神机营。 纪无旧一听就精神了,此人现在何处? 守备不知道眼前的少年人是何身份,但见连谭总兵都对他态度恭敬,便有了分寸,恭敬达到。 真将军只是在军中待了两天,取了一些火药和钢珠,便离去了。 真将军? 对,他自称姓真,是皇上亲封的武德将军,大名叫做真威猛。 看来应是他无疑了。 纪无旧嘴角抽了抽,又问道,他何时到来,又何时离开? 真将军如大军拔营当日便来了,是末将亲自接待的他,因他说此事涉及重大,所以末将未敢向任何人提及。 他跟随末将巡查神机营的各处,两日后便不辞而别了。 纪无旧听他如此说,便已经明白叶珍珍的想法,这女人聪明得很,肯定会料到有人要去军营追他,又怎会等着被捉呢? 他来神机营的目的,大概是要取些弹药。 不对,纪无旧眯了眯眼,以他对他的了解,他冒这么大险出来,不过是被战士勾的,倘若出来之后又不打仗,必然不能尽兴。 所以他最后肯定还是会去辽东,只不过他打的主意是等捉他的人扑个空,回去复命之后他再卷土而来。 如今只需要人在辽东守株待兔,他是迟早会投入罗网的。 那么他离了神机营之后,会去哪里呢? 纪无旧看着地图,估摸着叶珍珍离开军营的位置。 这女人好热闹,又带着虎头令,可以自由出入军中,在军队里折腾的机会他不会错过。 所以他最有可能去的,就应该是一个有驻军的大城镇。 他的目光最终停留在地图上的一点——纪州。 纪州城是京城北方的咽喉要塞,常年陈有重兵。 自女真吞并漠南蒙古之后,纪州便直接面对着西北方的蒙古,东北方的女真两大势力。 只不过两大势力的中心距此甚远,焰此战火不会轻易波及此处。 当然,一旦此处燃起战火,那么整个京城,甚至整个大旗也就岌岌可危了。 镇守纪州城的是老将徐熙明。 此人用军沉稳,善守不善功。 在纪州待了近十年,把这个军事要塞守得如铁桶一般。 叶珍珍又假冒了一回盛使来军营巡视,她装得有模有样,用既无旧的口吻把徐熙明狠狠夸了一番。 年纪花甲的老将感动得涕泪纵横,对着南方拜了三拜,拜得叶珍珍都有点心虚了。 除了在军营狐家虎威,叶珍珍偶尔也出来玩,她出手大仿,性格豪爽,长得又英俊潇洒,还与京中有着神秘的关系。 所有这一切使,真将军的大名在三日之内传遍了纪州城内所有有头有脸之人的耳朵,不少人递了名帖,想要结识一番。 于是,叶珍珍也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认识了黎尤。 黎尤的来历也很神秘,此人懂医术,懂占卜,会弹琴,会做诗,舞得一手好剑,也耍得一把好菜刀。 总之五花八门高低贵贱,她都会一点。 她穿一身白色棉布长衫,头戴浩然金,一副文弱书生的打扮,但叶珍珍跟她交过手,知道她一点也不文弱。 她身材修长,长得算是好看吧。 叶珍珍也不知道现如今该如何评价一个男子长得好看不好看,因为她发现整天面对着姬无旧那种妖孽级别的脸,后果就是别的男人无论长什么样,各在她眼里都只能算一般了。 不过,李游有一个既无就没有的优点,她爱笑,而且笑起来特别温柔,让人如沐春风。 再加上她博学广闻,对吃食仪式独有研究,所以叶珍珍挺喜欢和她来往的。 这一日,李游邀邀叶珍珍出门踏青,叶珍珍欣然应允。 本来李游的意思是他们两个,但是网友才不放心,厚着脸皮一直尾随着他们俩,像个变态似的。 叶珍珍没有阻止,李游也就不好说什么。 说是踏青,其实地上还并不很轻,只有极少数心急的小草刚刚向土地外头探了个头,得离远了看,才能看到这时候的大地被一层淡淡的绿色覆盖着,如一层薄到不能再薄的绿雾。 北方的春天来得晚,此时的河刚化开不久,柳树也才悄悄地吐出绿芽,风早已不似冬天那般刺骨变得柔软起来,带着温润的气息,整个世界显出生命蓬勃前的那一刻,如同一个婴孩刚离开母体时的第一声啼哭。 叶珍珍站在河边,看身形灵巧的燕子穿羊扶柳而过。 叶珍珍在侧着脸看她,叶珍珍仰着头,未戴围巾,白皙的脸上一片平静,除此之外,未皮铠甲的她,此时虽穿着男装,但是胸前,嗯,实在是竖不住。 发觉到自己的想法似乎有点猥琐,李游干咳一声,低下头。 怎么了?叶珍珍问道,离有未打,而是看她腰间别着的一把鸟冲,问道,你带的这把火神枪,可是传说中的莲珠鸟冲。 正是,叶珍珍解下鸟冲,耍了个枪花,对着天空做个瞄准的动作。 她的莲珠鸟冲虽和神机营用的是同样的弹珠,但是整体上比神机营标准的鸟冲纤细短小一些,更便于女子使用。 李游看着她这一串流畅、洒爽的动作不禁失笑,能否接我一关? 不能。 你别介意,叶珍珍把枪别在腰上,说道。 军技间说了,莲珠鸟冲的制作方法是我大习的最高机密,此武器轻易不能试人。 李游笑道,我只是略微好奇了些,既然如此倒是在下唐吐了,在这里先给真兄弟赔个不是。 叶珍珍抬头刚要安慰她几句,却一眼看到她身后,仿佛见鬼一般大叫一声不好,转身撒腿就跑。 李游觉得莫名其妙,扭头一看,只见一年轻男子领着一群人杀气腾腾的奔跑过来。 那年轻男子一边高喊道, 真,真为猛你给我站住! 叶珍珍听到此话,头也不敢回跑得更快了,浓密黑亮的头发扬起来,像是一匹迎风招展的纯黑段子。 李游虽不明所以,但也看出来这男子是来找麻烦的,便出手拦她,却没有料到她刚抬起胳膊,眼前一道黑影闪过,那男子已经在两步开外。 好快的伸手! 李游还要上前,此时跟在男子身后的那一对人已经上来抄家伙围住了她,不再管已经跑远的二人。 李游身负武艺,定睛一看眼前众人,便知个个的都是一流高手。 若是单挑,她兴趣还能有几分胜算,但若是单挑一群。 她果断背手站立,摆出了一个颇有风骨的投降姿势。 叶珍珍顺着河边跑,几次三番地想要扎进河里去,却又实在没有勇气。 初春的河水依然很冷,她光想想都只大寒暂。 纪武就离她越来越近,叶珍珍都快哭了,她实在没有想到她竟然这么快就猜出了她的行踪,更没有想到她竟然亲自来逮她。 眼看着离叶珍珍还有三步远,纪武就纵身一跃直接扑倒了她,两个人在河岸上粗溜溜地滚起来。 我错了,滚啊滚,对不起,滚啊滚。 纪武就,我想你了。 滚动的身体突然停下来。 纪武就看着被她摁在地上的人,穿一身乱七八糟的男装,发际已经颠散了,头发凌乱地盖着额头和眼睛。 因方才的跑动,她脸泛桃花,气息不稳,鹰唇吐着热热的呼吸全都喷在她脸上,烧得她的脸也热起来。 就这么一副不忍直视的德行,她竟然也不讨厌。 她说,想她,不知是真心还是假意,也不管她真假,她都有点湿成金的效果,几乎就那满腔的怒火,愣是被这么一句话直接浇成了一池春水。 她觉得心尖上麻麻的,烫烫的,这烫直接窜到她的脸上,进而烧进脑子里。 她突然低头,疯狂地吻着叶珍珍,我也想你,想你。 叶珍珍心想,这招还真管用。 她现在也不讨厌被纪武就亲了,虽然不知道为什么,但眼下最重要的是平息她的怒气, 所以她试着配合纪武就伸出舌尖,舔了她一下。 这一下直接烧断了纪武就脑子里的最后一根理智的弦,她按着她不管不顾地吻着,不由自主地往她腿上蹭。 一个男人见到自己找了好几天的老婆,还被她热情对待,这男人下边要是没点反应,那就可以客串太监了。 纪武就感受着腿上那个又硬又烫的东西,她突然想起,纪武就那天被她折腾了,似乎挺享受的。 此时想要讨好她,大概可以试试这里,于是她摸向那个东西,用力按了按。 纪武就简直要疯了。 那头的侍卫等了那么久,不见他们俩回来,便有些不放心,有四个侍卫过来寻他们。 四人走了一会儿,便见河边趴着两个人,纪武就把叶珍珍压在山下,身体一耸一耸的。 侍卫们立刻红了脸,仿佛看到洪水猛兽一般,转身撒腿狂奔。 这边这俩二货因为太投入,并没有发现岸上的异样,纪武就趴在叶珍珍身上,脸浮在她耳畔,呼吸凌乱,一遍遍地叫着珍珍。 叶珍珍一回声两回熟,这回也摸着一些门档,看着纪武就被她弄得失了分寸,与平时的冷静微风盼若两人。 倒也十分有成就感。 打这次以后,叶珍珍就总结出一条十分好用的经验。 如果纪武就生气,甭管她有多大的火,只要你往她下边摸两把,保准能让她的火气立刻烟消云散。 火约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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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火约散